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说 本内特被绿山军赏回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作用欧文 霍福德 海沃德等全明星 还拥有着台图姆 杰伦布朗 罗希尔的天赋异禀的新星 如今 绿军又以另一种形式补偿了 安东尼本内特在2013年以罡秀的身份被骑士选中 不过 他的职业生涯低开低走 新秀赛季前四场比赛15投0中 总计得到2分 这是本内特的惊人亮相 离开骑士后 本内特曾嫌好效率于森林郎 猛龙 篮王 截至目前 本内特的最佳赛季表现是场升5.2分 三八篮板 不仅如此 本内特是一个高度技术患者 还患有效率 七日骑士主帅曼克普朗曾如此评价本内特 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都在大口喘气 我为此感到烦恼 尽量不去看他 如今 25岁的本内特 赢得了重返NBA正赛的机会 你认为 本内特能够成为完吉的又一笔成功演员吗